各位观众,台风过后,但在新北金山地区雨势不断,各地都有传出这个淹水的状况 从金山到万里可以说是灾情频传 首先我要看到的是金山的明流路 在这个明流路,阳金公路,天籁会馆这边要往下山的方向 因为道路有严重的积水 今天下午一点多的时候有一名女驾驶 她因为开车无法下山,动弹不得 那么后续她是由家属来带回返家 另外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的车辆 其实他们在行进这个积水的路段 后来都导致车辆抛锚 那后续相关单位他们都已经协助这个抛锚的车辆先暂时离开 不过这个淹水的状况非常惨重 包含的是有一些餐厅 像是有名的这个最厂长的这个餐厅里面呢 其实也都是整间的餐厅都泡在水里面 包含就算他们已经把这个铁门关了紧闭了 这个水流是直接就冲进这个餐厅里面的厨房 那么另外在野柳地区呢 也有传出是有人受困的 邻近的这个野柳这边 在万里冬奥33号 因为他的挡土墙倒了下来 有一名男子受困在内 那么消防人员他们是出动来救援 那么据了解这是一个屋主 他要进行清水沟的时候 围墙不慎倒塌下来 那不过他的意识是相当清楚的 还可以说话只是脚卡住了 目前呢因为这个山坡旁的防堵墙 整个倒压下来在他的脚部这边 所以现在消防人员 他们可能要启动一些大型的机具来协助 目前人员是还没有受困的 不过看起来他的身体状况是没有什么大碍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绪 先让时间镜头找完棚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